我不知道他们会给我什么 所以我会觉得每一次都很刺激 这是我的感受 所以跟他分享 但是他刚刚把我的歌唱 我觉得他的声音也好 诠释也好 张力也好 全部做到位 谢谢 谢谢 谢谢胡言明老师 祝美团的胡言老师 请开始合议这一轮讨教 你们的最后决定 金贵城的这首红颜 它有独特的音色 它把最有优点的那一部分 亮在了前面 这种沙哑的 然后很走心的音色 其实现在很少见 想再多听一听 中文团的各位老师 注意的这里 这里有六块Vivo梦想的声音 第二季logo显示的屏幕 他们如果被拼成一个 三级台阶的通道 那个梦想之首席打开 里面就有一首原唱歌曲 代表着这一轮讨教成功 你将直接可以拿走那一首歌 现在让我们来期待节奏 全场一起倒数 三二一 请揭晓 平坚完成 二级平坚完成 最后一层台阶 第一块已经到位 差一点了 一层台阶段 超级平坚完成 这首歌 承转 净 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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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尊重音乐的舞台 生得很棒的一个舞台 我觉得这个是独一无二 感谢乐队老师们 谢谢 你有这样的心态 我觉得不是今天 就是明天 OK 大不了 我们就大器完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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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见 遗憾 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 就是要经历这样的事情 太有意思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 学习的过程 对 我希望很多喜欢音乐的朋友 都来这里感受一下 这才叫真正的唱歌的舞台 接下来要请出 第二顺位获得挑战权力的歌手 雨昕来到舞台 有请 青春 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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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桑桶 你好 欢迎 雨昕 大家好 我的名字是Kat雨昕 我来自澳大利亚悉尼 我是中澳混血 中澳混血 青春无敌 那今天为什么想来到 我们VIO梦想的声音呢 其实蛮简单的 因为我马上就要18岁了 然后挑战成功的话 就觉得很酷 能够送给自己一个 像自己的成人礼一样 自己的一首单曲 所以就来了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而且是很大胆 18岁 拥有一首自己的歌 但是看得出来他很活泼 说话的时候一直手舞足蹈的 特别可爱 Kat雨昕 胡言明老师 您要坐得这么舒服吗 您都快躺下了 您吓得 怕了 开始紧张了 毕竟那首歌唱得挺累的 歇斯底里 刚刚说自己 那个不好惹 觉得这个话其实说早了 现在有点后怕感觉 有点后怕 每一个都是目标下有点怕 我觉得是张亮颖 张亮颖老师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亮颖唱英文歌 也很厉害 很多英文的歌 我每一次都被惊喜到 对 然后我觉得 应该可以跟亮颖老师 学到不少东西 我们觉得 胡言彬老师 两位都学了胡言彬老师 你现在特别有活力嘛 胡言彬叔叔呢 就是 胡言彬叔叔是非常有活力的 是 是 一直嘛 我觉得因为他的作品 每一次改编都是一散分成的 我只是觉得 彬彬来了嘛 多唱一首歌 震撼一下大家比较好 就这个原因 好 谢谢 三级老师您预测 胡言彬老师 为什么呢 因为我想要听他再唱一遍 再唱另外的歌 我还是觉得有一种预感 有可能是胡言彬老师 谢谢你那个 你冷了 可以不用穿那个我来抱你 发型非常酷的 有一条线 有没有 扒痕 扒痕 专业老师您克制一下您的笑声 但是克制不了 是谁 这也是旁边有条线的 胡言彬老师 选票通过 这个女孩一上台 就让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有活力 然后呢 我觉得冰冰是让我觉得他在音乐里边的那个 也有这个劲儿 我也可以啊 对 你只听你不要打出口 你们那么想听我歌跟那个总导演讲一下下一期还请我就好了 是不是为什么一次要把我把我折腾完了 你的撑多久嘛 让我多来几次嘛 对不对 这你还想不明白吗 你一次来唱五首歌附的是一次车 太厉害了 漫漫漫漫漫漫 多萊尼是打個折嘛 是 有答案 我十八歲的時候發的 人生第一張專輯 有 他知道 他知道 有可能就是你 沒有 我就說這個十八歲 有一首自己的歌 很有紀念意義跟價值 好 現在呢 雨昕您來揭曉一下吧 您要討教的對象是 林彥彬老師 現在呢 雨昕您來揭曉一下吧 您要討教的對象是 林彥彬老師 有沒有 呃 胡彥彬老師猜對了 是張亮營老師 哈哈 猜對了 嚇死我了 什麼 沒有沒有他不是說選你嗎 人家是說胡彥彬老師猜對了 張亮營老師 哦 哦 是我屁屁啦 這個姑娘真是 挑皮 给我们讲讲选择张良英老师来讨教的理由好吗 你也是成都美之赛 然后我是同情来 所以 参与不分家赛 比较有缘分 很好 那么现在张良英老师 您被Vivo非凡金曲榜指定的歌曲是 一个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五月天的歌 这首歌叫伤心的人 别听曼歌 好那你要选歌是张良英老师的哪首歌 我选的歌曲是张良英老师的《顺流而下》 你知道吗 这是我今年唱最多最愿意唱现场的歌 因为这首歌你站在现场你就觉得 还有谁 还有谁 就是只有感觉 谢谢 今晚第二轮讨叫正式开始 我就是希望呈现一个有感染力的表演 就是别人看到的话 他们也会被我带来的那种energy 然后也受到影响 也跟着我一起 我觉得自己用自己的努力 然后换了一首单曲 然后是我自己18岁的present 我愿意唱你